现在每个人排完了 接下来这个游戏咋玩 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手机版的 我有你没有 比如 我每天在小忙上 花的时间有六个小时 然后比如说你们都有 然后我的四道菜就被撤走 如果只有三个人有 就撤走三道菜 如果一个人都没有 那这些菜就都归你 谁先来 我先来保卫一个自己的 我有一个APP 是来鉴别各种不同的花草的 鉴别不同的花草指的是 比如说你在路边看到一朵花 你想知道它是什么种类的 它的花名叫什么 然后它的具体信息 你只要拿照片扫一下 手机扫一下它就可以 就是花草普及的这种软件 但是APP都可以 不 我是具体的这款APP 就有这么一款具体介绍的APP 就是专门是这种 是的 就是你看植物搜索 然后你可以搜索 包括就是你看到一个新的植物 你就直接拍下来 那你现在拍这个 糊弄谁 糊弄APP还是糊弄我 这个应该算吧 来我试试 看它灵不灵 花叶菜 给大家看一看 给大家看一看 诶 真的是零的 是零的 对的 你看 很准 它有好几种花叶菜 摩南景天 然后黄金万年草 因为它是一个绿色的嘛 好 卡卡现在试一下 如果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我这还能给你告诉你 附近植物的种类 就是马兰山广场附近 最常见的植物种类 它有这么多 对 厉害 小琪提供的很好 因为我不知道有这样的软件 首先我第一个知道这个了 第二个知道搜索还能拍照 我以前不知道怎么拍照 我以为只能输入 它能 那其实算是小琪赢了 对不对 科普兴师 好 成功 来 小琪这个成功了 接下来谁 我觉得你们肯定没有 我手机里面有 七款 关于 美颜美图的 产品 就是APP 没有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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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个 不需要这种东西 对不起 那你是拍照必用美颜吗 还是说有的时候不用 看状态吧 就有时候我 反正他拉我自拍的时候 我看都是有美颜 都是用美颜的 都是用美颜的 他会把肤色调白一点 不是 就是没有 我都认不出来 有时候在飞机上我很无聊 你知道吧 我又不喜欢看小说那种 然后 我就说批个照片吧 然后我就会把 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些动漫人物 就会把它截下来 然后批在我自己身上 你批一张照片的最大耐心是多少时间 就看我当下的耐心 想不想 对 看我当下的耐心 假如我想批的话 我可以 飞机上我两个小时 我都在批一张照片 好 小虎 你手机里有任何跟美颜 那个拍照有关的认证吗 有啊 有几个 三个 你拍照是修图 还是说只是调一下色 平常批一心的 就是一般最方便的就是黑白 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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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